衝 比賽開始 但從比賽經驗上來說 那肯定是波球那是技高一籌 是的 而且宋老師 這是一場泰拳 純泰拳規則的比賽 對 拳腳軸戲都可以用 而這個純泰拳比賽 可以說是波球是純泰拳的一個 這個運動項目的一個化身 他取得過那麼優異的成績 對吧 打DV 打KM獲得世界冠軍 而且在這個純泰拳的比賽裡面 多次獲得世界冠軍 所以在他身上我們看 在他身上更能體現出 這個泰拳的這種精髓的東西 這場比賽對於中國的選手 波歸來說呢 要頂著壓力 面對於頭頂上頂著 無數個冠軍頭銜的 頭銜光環的波球呢 能不能正常地發揮 或者是超常地發揮 我想在這場比賽裡面 雖然這個顧輝也打過這個 全英國泰拳的這個比賽 獲得過這個冠軍 但是那個 比賽 哇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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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一個 太快了 比賽結束了 我故意 這個顧輝太快了 這場比賽 說沒有還可以繼續打 但是這場比賽 強度之後繼續來 反反反 連續的頂性 打著 正燈 波球要撐上追擊 虎輝看能不能 實現翻盤 再次掃地 虎輝太頑強太頑強了 我們想的站起來之後 居然 還能繼續戰鬥 連續兩個正燈腿 來對波球 虎輝規復臺不錯 加油 靈希 現在啊 這個波球在收著這種打 他沒有全力的打進對手 因為他畢竟由高掃上投之後 給了這個顧輝的強圖 剛才是有刮蹭到了護盪 剛才這個高掃踢確實太突然了 太突然 太突然了 而且是一個變線的這個高掃踢 對 我們現在看了這個波 現在還是有點這種 這個運動還沒有完全排過來 這個 打二打二 波球 打二 說好像自己這個護盪有點問題 打二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現在要終於出比賽 要整理一下護盪 這樣也給顧輝一個 調整休息的一個時間 是的 也給他一個時間 因為我想今天啊 這個顧輝承受著巨大的一種 心理壓力在跟波球來打比賽 這是一種 不單單 是一種技術層面的比拼 更重要的是一種心理戰 心理戰 確實看到護盪呢 是有這個 被這個好像膝蓋對攻的時候 一些踢歪了 1 2 3 我們想啊 在今天這個比賽進行當中 顧輝現在這心理壓力太大 你說他在一開局 他 你像他的這種 林立的這種拳法 因為我們知道他顧輝的拳 是很快的 拳重 速度快 你在從波球比賽裡面 就幾乎沒有發揮 這是他的心理壓力太大 心理壓力太大 這個時候波球還是在 來調整自己的護盪 誤會 誤會 我要跟他解決吧 真的嗎 在這場比賽 誤會 進行的過程當中 雖然開局不利 開局不利 一個高手提上頭 貝利強多 我們大家看一下慢動作 看 就是這一腿 就是這一腿 我們所有人都以為 這比賽就要結束了 因為高手提殺傷率是很大 你看 再看一下慢動作 但這是掛上去的 非常非常非常刁鑽的一腿 沒有真正打得嚇死我 若打嚇死我 直接就KO了 雖然這個通過場才的強奪 給了顧會環節的機會 是吧 但是我們看到 今天顧會的心理壓力太大 心理壓力 開局不利 就看他通過這一段的 時間的調整怎麼樣 但是這個比賽裡頭 也出了一個小的插曲 就是 是 雙方這個膝蓋對攻的時候 這個武當可能歪了 對 那麼又 郭潔又換了個護當之後 要繼續重新上場比賽 那麼通過這換 互方這個 一分鐘的過程當中 就給顧會一個喘息的機會 是的 成功 上 一賽繼續進行 顧會 使用自己猛烈的拳腿組合 對郭潔實施壓力 因為顧會是個著品的管家權 他通過這個短暫運動任務休息之後 他現在 信心給調整一下現場 他如果那種被動來的 還不會有主動進攻 對不對 對方是高手 是這個泰拳王 但是我還不至於 任何於這個程度 對 但是自己的並不是完全沒有取勝的可能 因為 只要把五秒的技巧打敗就行 是的 是有所謂 因為你能跟一個泰拳王子 撥球進行挑戰 這種機會難得 是的 我們看到雙方呢 又是繼續進行到了一個 正常的比賽的局面 這場比賽是泰拳規則的 混亂決超級戰 泰拳王子撥球 對陣中國的酷刑者 互惠 6 1 折拳 折拳 我們就從泰拳王子撥球 你就看他掃踢的這種力量 是吧 雙方一對腿就對出來了 現在這個顧恢 在立場地上就撐不住 撐不住 這雙方在對手 撐下風起來特別吵 是的 剛才經歷過了 第一個回合的比賽 對於第一個回合 對於顧恢來說呀 確實大起大落 開拳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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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通過第一回合比賽 是有這種差別 就從說 慢鏡頭 這個畫面看得很清楚 雙方的體型 力量 是吧 從從對面看得很明顯 看得很明顯 看得很明顯 就看出來了 這是一個差別 在一個比賽的經驗上 顯刻的戰績上 雙方不是一個 同一級別的對手 但是不敢於站出來 敢於向強挑戰 這種精神 這種意志力 在這層面上 我覺得應該會顧恢鼓掌 是的 一定覺得我跟胖太強 我知道我去這種下風 那麼我不敢打 那就更沒有這種機會了 即將進入的是 顧恢對撥球的 第二回合的比賽 我們看雙方 以什麼樣的節奏開場 上來之後顧恢也是毫不給郭球 控拳套的機會 直接到了 非常重的重拳 打到了郭球 郭球表示並無答案 前蹬腿 直接上頭 這個掃踢非常通眼 這個通 非常非常快 郭球的一個帶摔 雙方在 像拿這種把握 你拿不到的經驗下 你這種 我覺得還要 打這種中遠距離 打這種近戰 又用走擊的話 那你肯定不是這個部分的對手 還要打一個中遠 控制下距離 控制下距離 郭球的掃踢 還有連環的襲擊 都是自己的殺手鍵 正當腿 反軸 繼續的襲擊 繼續襲擊 繼續襲擊 郭球實施 郭球實施 郭球實施這個 剛才是顧恢實施這個 反邊拳 但是沒能成功 到掃踢 來對波球 郭球 郭球 你就看波球的進步的線路 你看他的進步線路 你看他的進步線路 非常非常 十分 我直接 就一個 他就是至少踢的地位置 是 你看就 就踢你那個 小鐵的部位 這場比賽完全是這個 波球一種表演賽 波球現在是面露 非常自信的微笑 直白直白 加油 這就是雙方的力量對比賽 這個 不是戰績絕對的優勢 這個時候 宋老師非常明顯地看到 郭輝的信心有所下降 他自己的這種 非常擅長這種 果斷的重心選出不來 不要打這種 內文的戰術 你根本不是的對這場 因為 波球對於他的 心 中 你看 這種戰術 也非常非常重 這種心中 這個要強毒了 這要強毒了 這要強毒了 1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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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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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他理由把你完全控制住了 他是不停地在去连削带打 不停地去听你的劲 吸你的劲 然后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这场比赛 顾辉虽然失败 但是他的勇猛的表现 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个 小江湖军者顾辉 给波球这种较量 我觉得我们中国运员 对这个泰拳的理解 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尤体和这种天王级的选手 在一起对决 是吧 我要通过这种较量 他顾辉也知道 自己在这种拳腿的力量上 包括对这个运动项目 泰拳的理解上 通过这场比赛他知道 什么是天王 什么是波球 他这种打法 我这差距在哪儿 还是要去多去和这种 真世界级的天王级的 可以说冠军的进行对抗 从而去更加地交流学习 提高自己 你像打给他那边 你看 对 完全你炸空了 他是完全 他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的一个 非常细腻的一个内围的战术 对方 对方 在他门口看 他都接了波球 十下袭击 所以我想此刻 他的感受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我想我们现场的朋友 应该用你的掌声来鼓励他 非常的勇敢 而且非常的有毅力 当时我想他的这个腹部的位置 应该是剧痛 但是他仍然挣扎着 一定要站起来 所以我们为这位年轻选手 这位精神鼓掌 我们希望顾辉能够马上的去接受一下检查 看看他的伤势如何 昆仑局大招之战 超级战 男子70攻击级泰拳打战的 结果如下 经过裁判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1分51秒 TKO获胜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